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是法國粒粒亂 現在說到燒到比利時 內地猛料那邊,我們也有報導過 有中國旅遊巴在法國馬賽遇襲 情況也挺惡劣的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神童預言又中 就說到現在美國方面,南部熱朗 兩個星期就已經死了13個人 加拿大的嚴重山火 毒霧已經蔓延到歐洲 為什麼用印度神童預言又中 因為他說到7月很嚴重 會出現一個全球毒空氣大災難 我們會不會被人毒死呢 真的要跟大家看看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日本方面 那些魚 說到告訴你,原來日本人很少吃日本魚 是不是跟那些福江核污染水有關 那究竟他們吃什麼魚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很多新聞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法國方面 那法國的示威暴亂 簡直好像收不到科 那樣 亂了大龍 說到連續五晚 騷亂了 他們說到由宵禁都無阻 那些示威者出來搞破壞 大概有2400人被捕 馬賽方面那些店舖全部都用圍板封 但是都被人拆掉 現在趁機出來打劫 環境不好 經濟不好 搏亂了 其實法國都不是一些 某些地區都不是很富庶的 很多窮人 有很多偷到來 有些移民等等 其實他們是很糟糟亂的 這件事件我們和大家看看馬賽 其中一個總載區 根據法國司法部長就說 這場騷亂 被捕人士 超過2400人 平均 有30%是未成年人士 當中有些只有13歲 哇 那些人出來 除了巴黎地區市中心 還有很多 五六七個的城市地區 都出現抗議活動 馬賽 卡昂 斯德拉斯堡 波爾多里爾 里昂 南特等等 很多地方 陶勞茲 都出現了大型的示威活動 現在說到 比利時都中招 蔓延到去比利時 不是開玩笑 軒一發動全身 會不會引起一個 很大型的浪潮 引起整個歐洲混亂呢 大家去旅遊 都要小心 看看人家的局勢 你不是說法國亂 那我就去其他地方 現在被燒了 比利時 那會不會逐個逐個 歐洲國家都燒起來呢 根據法國媒體報道 比利時首都報道 塞爾 在6月30日 當地時間 有超過百人被捕 原來29日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60人被捕 加起來 兩天加起來 超過160人 亦都出現了 燒車 放火 等等 都非常之恐怖 情況都很混亂 我們日前報道過 就是 就住這件事件 就是因為 一名17歲的少年 就被警員槍殺 這件事件 導致有人說 是不是 關乎種族仇恨 又或者有些針對 有人就覺得 這件事件 好像2005年的惡夢 捲土重來 令到很多人回想 當時候 2005年 引發騷亂 甚至乎 搞到法國進入緊急狀態 又是兩名非裔少年的死 同樣又是發生在巴黎市郊 同樣又是被警察而身亡 有人覺得 這件事件 會不會再敲起一個警鐘呢 當然 有人就覺得 是 有人放大來搞 放大來講 其實你不要說在歐洲 在美國都是 一出現了 執法者 和市民 發生一些衝突 甚至開槍 通常 市民那邊 可能遇上一個 黑人男士 黑人男士 然後被白人警察 開槍打瓜 然後就出現了這些 種族仇恨 但是其實 這一次 在法國這一次的騷亂 涉事的警察就說 已經向死者家屬道歉 就說無意射殺少年 但是 那時候剛剛不幸運 有些意外的槍口 就 射歪了 射中對方的胸口 造成悲劇 但是 當然 他們那邊 就不接受這種說法 你們專業的 法國的警察 專業的 哪有這麼多不小心 又會這麼巧射歪了 射歪了人家的胸口 就著這件事件 連法國總統馬克龍 也出來評擊 涉案的警方 是不可原諒的 但是 這個警察工會 就出來 就吵了 就說未審先判了 就著這件事件 出現了 又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警察工會 又出來吵呢 就是 你看到現在整個浪潮 就是說警察不對 針對警察 連法國總統都出聲的時候 然後 可能視起低落 那些警察會不會出來 又抗議呢 這樣就更加亂了 這麼亂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這個混亂 在衝擊 法國的旅遊業 有 酒店 餐飲業者 就希望政府 能夠保障安全 所以 大家真的去歐洲 玩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 剛剛 中國 那個旅遊巴 在馬賽遇襲 那你 整件事都非常誇張 沒有性 那樣的 那 現在說到很多 餐廳 酒店的booking 都取消 那就一定了 那有 法國升級名署 馬斯克 就跟記者說 就說 所有破壞衝突受影響的地區 都收到一連署的訂單取消要求 他說這幾天 簡直他們的行業是一個黑暗的一天 他們的店鋪被攻擊 破壞 搶劫 這樣 那 很老實 說到法國 本身是很多人很喜歡去的嘛 很浪漫 看那個艾菲爾鐵塔 欣賞別人的美酒 法國的紅酒 美食 你現在這樣搞 真的不用去啦 搞定啦 今年是夏天的 旅遊旺季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現在 蘇聯引發真實的掠奪 甚至破壞 中火搶劫 對於整個旅遊 他們的行業來說 一個非常之沉重的打擊 接下來 說到說 在巴黎奧運會 2024巴黎奧運會 更加在 今年 7月26號 去到8月11號 到時候 完結了嗎 這些問題 到時候 看看他們 法國方面 如何處理 真是恐怖到震 除了說完這件事件之外 其實印度神童 之前也有原說過 今年 7月8月 有大事發生 真是大災難 你說這些事情 在法國方面 都屬於大災難 但是 對於我們 全球人 有什麼大災難呢 你看看 美國方面 你就知道 熱死人 南部 熱浪兩個星期 熱死13個人 高溫繼續 持續影響 美國 不止美國 全球 多國都受影響 但是說到 美國 休斯頓出現了熱 熱到 路都裂了 真是麻煩 更加 德州方面 體感溫度 飆升到涉事45度 哇 37、8度 我們都熱到暈低 45度 可想而知 多拿命 當局更加 在優士頓 設立了降溫中心 好像我們的避寒中心 不是打避寒 那些 避暑 避暑中心 真是麻煩 熱得太熱熱的時候 我們都 在香港也有 熱夜 開放一些 地區辦事處 那些 民政中心 類似那些 社區會堂 那些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進去 休息一下 晚上也不要太熱 他們現在都設立一些 降溫中心 但是同時間 看到 加拿大 繼續受到 這個史上最嚴重的 心臨大火 隨著 獨霧南下 說到 美國中西部到東岸大片區域 仍然處於空氣品質警示之下 影響過億人 根據 美國政府空氣品質追蹤平台 紐約和廢城空氣質素 已經去到 不健康 除了 廢城這一方面之外 而說到 在加拿大的安大陸省 北冥五大湖 大部分地區 美國的明尼蘇達州 北卡羅來納州 喬治亞州部分地區 也都出現了空氣質素的警示 隨著 加拿大在旁邊 但是空氣會到處飄 隨著它飄一下飄一下飄到去 歐洲方面 也都影響到 葡萄牙 西班牙等等 大家都知道 那些煙 原浮粒子 PA2.5 如果它真的厲害 你看看泰國煙霧瀰漫 毒霧 影響人的呼吸系統 如果它真的大面積這樣去 周圍吹 毒煙這樣消發 真是拿你命的 很多人隨時因為 呼吸度感染問題 而中招引發起其他問題 人類一大危機 印度神童的語言真是講中 因為它說過 最近期的語言 就說 今年 在7月8月左右 全球因為可能發生火災 空氣引發的災難 需要動用全球力量去救援 你看看 印度神童都已經說出來 告訴你 人類大危機 獨木襲地球 人類滅絕 真是恐怖 當然 其實印度神童的語言 都有很多事情 經濟方面又不好 接下來可能會有地震 在10月中旬 去到24年的3月期間 亦都會發生一些重大的自然災害 更加說到在夏季7月8月 會有很多大事故發生 看看會有什麼恐怖大事 但是這個第一件事件 就已經印度神童率先命中了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這個時候可能 很多暑假 有些人真的會去過境 去其他地方 去歐洲 去北美洲 等等 都要看一看這些空氣問題 講完這些事故之後 跟大家看看亞洲方面 亞洲方面 日本 關於海產的問題 說到說 日本人越來越少吃這個日本魚 不是吧 那是不是跟這個福島 核廢水有關呢 說到說 竟然將有害物給人 然後自己又吃好東西 這件事的確是 日本 很多食材 有些人就說 他最好東西是留給他們自己本土的人 可能質素 普通一點的 才去外銷 那究竟現在什麼事 為什麼令到日本人越來越少吃日本魚 有水產專家 踢爆內情 那 講到說 原來 日本國產魚缺貨 價格高 在去年已經引起爭議 講到說 雖然 在日本方面 他們的漁獲 有很多不少好東西 但是 但是用來吃的流通量的魚 數量有限的 所以有人就覺得 現在近來 日本的鮑魚量少 導致到 它的價格高 越來越顯著 尤其是有幾種魚 秋刀魚 烏賊 很難才能吃得到 那麼 連吞拿魚 三文魚 蟹 都上了一個高位 那麼有人就覺得 哇 真的好像沒有一口好吃 那麼加上 有人就覺得 不知道是否能回到核廢水 搞到人不敢吃 原來 不單止這個 除了這個問題 加上極端天氣 疫情 再加上打仗 所以 日本人 吃不到魚的現象 越來越厲害 那 那就好了 那麼 有人就覺得 喂 怎麼搞呢 這個問題 說到由於 價錢 飆升 魚量減少 導致到他們本土的人 不能夠吃到日本魚了 說到現在只能夠 靠外地存進來 很多人都說 香港其實那些三文魚 不是日本的 很多都是挪威 送過來 送過來 溫送過來 那麼 又這樣說 原來現在說到日本方面 在21年 魚產量前五名 就 只是沙甸魚和青魚 就佔了三分之一 那麼 說到說 這一種魚 其實某程度上 都不是說特別多人吃 尤其是在外國 那麼當然 你說 是不是不受歡迎 又不是的 那麼 你說做天婦羅 那些 鹽燒 等等 都是可以的 但是某程度上 吃生用魚 大家都知道 拖羅 或者其他 那些 劍魚腩 很多不同的魚 那些種類 就少了很多 所以呢 現在令到很多人都擔心 原來你就算在日本方面 你想吃日本的海產 都少了很多 他們受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夾擊之下 他們自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沒有魚吃 搞到要在外國進口 那就真是麻煩 大家真的 飲食方面 都要留意一下 究竟福島那些核廢水 對日本方面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有人就說 不如不要去日本 唉 那麼麻煩 很擔心 那些核廢水 有人說 唉 哪有得害怕 地球這麼多地方 有核電廠 那它一定有輻射出來的 那些數字 沒有公佈的 眼看不見為乾淨 算數了 另外 另外也和大家看一看 新加坡方面 新加坡方面 說到現在的自殺率 竟然創了22年新高 為什麼呢 新加坡不是說 搞得好 超越了香港 很厲害 又引了很多外資 情況 理論上應該好過香港 為什麼自殺率依然創新高呢 根據新加坡有個協會發表數字 他們說去年 新加坡自殺率上升了26% 上升至26% 是近二十多年來 少有的高位 更加連續四年高居 年輕人最大死因 即是說到他們的自殺率 其中最高的年齡層 就是那些年輕人 反映出現在新加坡 其實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好的 當然啦 我經常都說 你移民去那個地方 你覺得那個地方好 你以為 我們住一個地方 你不滿意 有人這樣說 住滿了那個地方 你去旅行 去別人住滿了那個地方 同一個道理 你厭倦了這個地方 覺得這個地方不好 你去別人覺得 覺得不好的地方 住 所以一樣 那 根據新加坡 說到 十到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的年輕人 到七十到七十九歲的老人家 那個族群 自殺率是令人擔憂的 即是非常年輕的一輩 還有比較年長的一輩 是很容易自殺的 現在他們面對著一種看不見的無形 精神病 是在滲透他們的新加坡社會 那所以 你說這個地球 都好 很多問題 都藏起來了 那人類 可能總有一天 出現了 一個大事發生 那些人可能 忍不住 出來很亂 全球一呼八應 都有 好像法國這樣 現在 另外 柬埔寨方面 就出現了 有夜店大火 哎呀 導致有六個人死傷 夜店 柬埔寨 哇 有沒有人敢去 這些KK園區的東西 好了 說到柬埔寨 金邊 一間夜店 下午五點幾天發生火警 導致兩名女性 和四名男性 一共六人 就身亡 火勢 燒了四個多小時才撲息 根據柬埔寨媒體報道 消防官員證實 截至到 昨晚為止 火災造成六個人死亡 死者身份 有待查證 夜店人員表示 六名死者都不會說英文 就懷疑是中國人 哎呀 這麼嚴重 那就要調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中國人遇害 另外 也和大家看看韓國 早前 有位23歲女魔頭 就說隨機殺人之解 就扮高中生 去扮補習 然後就殺了人 這件事件 官方就透露更多案情 原來這位23歲女子 鄭友禎 假扮成高中生 去到受害人家裡 竟然 殺害受害人 下手是超過八一刀 哇 你想想她 刺了人家八一刀 哇 瘋狂地插 更加在犯案之前 說出我想自殺 她自己想自殺 但是 自己死 就不是很公平 所以找人一起攬炒她死 陪葬 你真是神經病 那這件事件 真是震驚韓國那邊 那竟然 為了自己 一己私辱 就覺得她古靈精怪 這樣殺人 那當然 這件事件 更加肢解 這件事件 幸好有一位的士司機 就察覺到 從而發現到這件事 那不知道她怎麼判 這件事 會不會坐 終身監禁 還是怎樣 到時候他們判了 另外在印度方面 出現了一件嚴重交通意外 很可憐 說到 重要 這個位置 很邪 同一條公路 一年有三百六十單事故 嘩 會不會是那些冤魂索明呢 這件事件 就說在印度 就有一個旅遊巴 就裡面是 摘著一些結婚人士 可能那些親戚 那樣 就參加婚禮 誰不知 走走走走突然間 說爆胎 炒車 炒車之餘 還要著火 導致到二十六個人死亡 哇 真是嚴重了 真是嚴重了 那這件事件呢 就在他們的第三大城鎮 就說叫普爾 就去這個普拿 那車上的乘客 就是參加一場婚禮的 那當地的警方 就估計 就是爆胎 突然之間 就失控翻側 導致著火 那車上的乘客 沒有辦法逃生 導致到二十六個人死亡 那死者包括三名兒童 那說到不少死者 因為遺體被火燒 燒到黑了 沒有辦法辨認 只能夠透過基因檢測 來確定身份 那麼嚴重 那這個地方就說到很邪 那有公路警察就發現 過去這一年 這條公路有一共三百六十 宗交通事故 造成六十八人死亡 一百五十人重傷 有學者質疑 是不是跟條路設計有關呢 導致出現了一個道路催眠狀態 那其實大家都浪費過車 就知道 有時候有些路太直 那些警官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好像沒有動到一樣 那慢慢就會進入一個發呆鬥的狀態 更加轉頭之後 更加就會出現一個呆呆地 更加容易欺負 那這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有些公路設計 他每一格 可能隔一分鐘 他的公路上面就會有些閃燈 閃一閃你 讓你醒一醒 讓你沒那麼容易欺負 這個事情也是有助去提升 道路使用者的情況 那除了這件事故之外 也跟大家看一下 近期 美國傳媒報導 就說 如果電影製作人想獲得 美國國防部協助拍攝 就說 要首先確定 保證 電影不會遭到 中國大陸審查 這麼嚴重? 因為說到 TOP GUN 剛剛去年上映的那套TOP GUN 說到因為涉及 台灣那支青年白日滿地紅旗問題 就需要換掉它 這件事件 引起 可能 美國方面的不滿 尤其是國防部方面 就覺得 我幫你 現在你又要過去 中國審查 感覺上 好像吃兩家茶禮 可能引起不滿 現在 製片商需要留意一下 那會不會到時候 很多電影都上不到呢? 或者不上呢? 真的不得而知 另外 亦都跟大家 看看 近期 說到現在 越來越多 中國的 汽車製造商 轉到其他地方 轉到越南 泰國方面 為什麼呢? 可能是跟這個 價格有關 電源有關 還是成本有關呢? 有美國媒體引述 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就說 越來越多 中國主要電動車製造商 將會視為泰國 鄰近經濟製造 或者分燒基地 因為泰國鼓勵 投資 做了很多優惠 吸引到大量中國的廠商 就過去設廠 哎呀 糟了 連自己人都不幫自己人 那就麻煩了 那內地應該 快點想辦法 優惠 多些外國的資金 引入去國家 這樣經濟會好多 你看到現在泰國 搶你飯碗 哎呀 真麻煩 真的不行 另外 亦都跟大家 看一看 在俄羅斯方面出現了 有一位28歲美女銀行高層 離奇 11樓墮樓 身亡事件 這件事件 在網路上發酵 有很多古靈珍貴的謠言 滿天飛 其實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偶爾 偶爾也有一些離奇命案 經常都說 哪些高層 無端端死亡 就懷疑 是否普京派遣暗殺 這些事故 想不到 一位28歲 擔任在莫斯科 當地銀行 副行長的 克里斯蒂娜 在上星期懷疑 在自己家中 11樓墮樓 身亡 根據外國媒體 報導 社群上 各種陰謀論 不斷 非常之多 外國網民 都說到 窗戶永遠都是 開著為開頭 懷疑 近期 很多這些死亡的個案 都是同一個手段 來的 好了 那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近期 一些恐怖的巧合 惹人 一些聯想 從22年1月開始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運輸部 主管 舒爾曼 又是在高處墮下 開始 在俄羅斯不同的人士 都出現了那種墮樓身亡 又是這麼巧 全部的窗是開了 無端端又會飛到街上 全部都是一些企業的高層 和俄羅斯政府有關 所以有些網民就推算了 其實這些事故呢 會不會是 就是有些 不謀異合呢 謀殺呢 那就看一下他們調查 找到些什麼出來 好了 那今天就經常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